全台疫情逐漸趨緩 大家都逐漸放下那疫情的緊張心情 而高雄市議員郭建盟就提醒大家 可以放鬆心情但不可以放下戒備 還是要遵守相關的規定 才能共同守住健康 其實只要全球的疫情不停歇 疫情隨時可能會再起 所以我們呼籲高雄市民 要學習跟這個病毒相處 隨時透過戴口罩 然後保持社交的安全距離 再來輪到你打 趕快去打 透過疫苗的覆蓋率 把我們的這些疫情噩夢 清除在高雄 清除在台灣 除了要遵守相關規定之外 郭建盟也在線提醒 希望大家要緊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而最重要的是踴躍施打疫苗 只有提升疫苗覆蓋率 才能夠讓社區確保安全 慢慢解封 解封不解除警戒 所以還是呼籲民眾 透過三個措施 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記得加速去請身邊的親友 去打疫苗 不要挑了 有疫苗趕快打 透過覆蓋率 讓我們的社區 讓我們的環境真正的安全 中央逐漸降級解封 許多政策也跟著鬆綁 高雄能不能持續的穩住這波疫情 恐怕要全民共同做好防疫措施 一起來努力 記者李佳龍 龐文玉 高雄報導 喔